这个破衣烂衫的人就是卫阳 连续三个月的他堪访秦 几乎将他变了一个人 卫阳带着和鸭回到威风古域 猴鹰见到他一时没认出来 心想啊 这岳阳的乞丐啥时候开始上夜班了呀 哎呀咋还知道我名字呢 猴鹰连忙拉住他 又仔细看了一眼 满脸惊喜 说罢就拉着卫阳进门 谁知卫阳却把和鸭留下 又匆忙离开了 倒在之前下线的世子们就已经都回来了 都在各自准备策论 唯独卫阳一人杳无音信 而且到处都在传 他已经逃回了魏国 最近一段时间 警监每天晚上就两件事 喝闷酒骂卫阳 你个臭不要脸的 忘了大明湖畔的下雨河了吗 哎呀好像串戏了 这个不重要 反正啊 吓得小令狐天天守在门外 悄悄流泪 听着警监在屋里摔东西 也不敢阻止 猛然间听到有敲门声 谁呀 令狐小妹 是我呀 小令狐听着声音有些熟悉 赶紧过去开门 一张大黑脸出现在眼前 吓得他差点喊出来 下意识躲在门后 怎么 不认出我了 小令狐又仔细一看 这才认出魏阳 令狐小妹 那时呢 他在里屋呢 警监喝得不省人事 正在屋里大骂魏阳 魏阳推门进来 一把拉起警监 行行 看我是谁 举起蜡烛坐在警监身边 满脸兴奋的看着他 警监睁开朦胧的双眼 你是谁呀 我是魏阳 你不是魏阳 你干瘦又黑 不是 不是 魏阳一阵大笑 高声说道 八十三个月 走遍整个秦国 不黑不瘦才怪 警监眼神逐渐变得清晰 踏了他双眼目光炯炯的盯着魏阳 魏阳 你是魏阳 是魏阳 你是我是魏阳 你是魏阳 魏阳回来了 魏阳不骗你 你没骗我 警监眼含热泪 欣喜若狂 张开双臂紧紧抱住魏阳 一扫之前的心酸阴霾 两人高谈阔论 感慨百出 时而大笑 时而叹息 时而兴奋 时而悲伤 直到明月暗淡 东方发白 经过三个月的查访 魏阳已经深刻了解秦国国情 但是面见秦孝公 才是最关键的一步 秦孝公的求贤诚意自然不用怀疑 那么又该如何让秦公 采纳自己的治国方略呢 魏阳决定三叹秦孝公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是竹梦 我们下期再说